今天的视频聊起大家非常熟悉的间谍俩中程 来自本帖NSR250家族11期到28期 国内摸友喜欢称之为烈火战车 或者称21期和28期为三载四载 NSR250车系骑过的摩友很熟悉 没骑过的摩友应该通过短视频 或者香港电影也对NSR250产生了特殊的情怀 甚至说启蒙也不过分 也正是因为大家都对这台车有夸大和向往的乘风 以及电影对它的削传 导致NSR250的价格一直属于收藏级别 但也不得不说NSR250确实在同级别 有它的优势以及耐用性 简单点来说 动力对于男人而言越是掌握不了越是向往 越是想征服越是刺激 而俩冲城开发之后就完美的缺失了这一点 尤其在那个国内都是单纲90,125,150的年代 二冲城250就是津贴的H2足够拉风和稀有 但是它也有缺点 比如曲舟有风和一脚踩不着反火之后的快乐 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下NSR250每代的区别 更多车型介绍 大家可以关注机车区APP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车辆报告 首席NSR250车系第一台车就非常牛 是1983年发布的MVX250F第九期代号MC09 这台车我们国内摩友称之为3250 它牛的地方在于使用了俩冲城90度微型三缸发动机 前面两个气缸后面一个气缸 但是化油器是平行的 我含有一个MVX250F的化油器 有缺配件的摩友可以送给你 大家可能很奇怪 这台车和NSR250有什么关系 因为MVX250的V3发动机来自于本铁赛车NS500 相当于NS500的V3发动机在250系列的第一台车 也是本铁二重250的开山之作 同时它也是V3发动机的绝唱 另一方面当年亚马哈发布了二重RZ250 销量占据了日本250销量榜首 随后本铁发布了VT250F与其竞争 但是惨败 因为它的性能始终不如亚马哈二重RZ250 所以小本铁一朗就开始玩鹰的 用了二重成V3发动机才扳回一局 这也是开发MVX250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它们的成功真的是来自于相互追逐 你想想本铁把对峙四缸对峙六缸纵制曲轴横制维缸 V3发动机V5发动机这些奇葩发动机都玩了一个遍 确实有实力 这台发动机最大马力49匹最大扭矩30亿牛米 用的6速变速箱净重138公斤 整背重量才155公斤 大家要知道这可是V3发动机 而且油箱容量做到了19升 使用10W30机油1.55升 它的排气是右边侧出加尾出 左边侧出排气 所以国内摩友叫3250 也就是从这一代开始不对称排气 用流传 这台发动机很有意思 有时间慢慢聊 第二代1984年发布的NS250R和NS250F 117代号MC11 中间的第十期是1984年的JB250 从NS250开始 本田就把这个系列定义为二重成运动仿赛 配备了左边侧出排气 右边尾出排气 连体座椅确诊流罩 可调节雪架 铝制双摇烂车架 F版用的是钢制车架 排气和R版一样 发动机也改为水冷俩充成 249cc 90度微钢发动机 和GP赛车一样的不对称NS气缸 马力做到了45匹35牛米 使用了和GP赛车一样的RC排气控制法 用来增加中低转速扭矩 另外净重144公斤 有限容量19升 1985年NS250还有款卸量版 区别就是有漏浮盟版画 且空气可调雪架 现在橙色好的NS250 卸量版换台250SR 绝对没问题 第三代是1986年发布的NSR250 16期代号MC16 又是没有中阶的12 13 14 15期 12期是CBX250 13期是反叛者250 14期是CBR250 15期VTZ250 从NSR250 16期开始 本铁又和YAMAHATZR250 开始较量 本铁直接复制了赛车 RS250RW的安全部件 依旧保留了RC排气控制法 铝气缸涂有涅态化硅颗粒 这个主要的作用 就是提供极强的冷却能力 到现在为止 很多进口的小排量 高压缩比发动机 依旧会使用规律气缸 来提高散热 外观主要的区别 就是改成了侧双出排气 三幅龙骨 风体双色座椅 棕色且解刃气 强调了禁忌属性 确信设计了曲轴箱黄撇法 卡式变速箱 车架也变成了 铝制横切灭车架 发动机马力扭矩都没有改变 但是静重 做到了125公斤 整背重量140亿公斤 0百加速4.7秒 急速209 当年实际销量 大约19,000台左右 远超过了Yamaha TZR250 这一代的设计 在NSR250车型中 属于最独特的一代 排气也是左右对称排气 也是唯一一台 有后挡泥版的NSR250 第四代 1988年发布的NSR250 和更高规格的SP版 代号MC18 中间的17期是CBR250R 从18期开始 就是PGM一代 你也可以称之为一载 至于SP版的区别 就是更宽的150后冷台 美质龙骨 干式离合 包括灰白配色 1989年的SP版 还增加了前后可调学家 而这一年的NSR250 就是PGM二代 至于发动机排量 马力 扭矩都是一样的 但是增加了化油器口径 变成了3.2厘米 并且由PGM单元 直接控制响应 油泵也是直接由电脑控制 但是马力依旧是45匹 35牛米 外观主要的区别 就是双排气 翘得更高 而且对称 改成了6幅龙骨 更大的刹车盘 比较小的后双子弹尾等 车架也改成了5B型车架 18期稍加改装 马力可以做到60匹 也号称最快的NSR250 它的镜重125公斤 整背重量141公斤 0-100加速4.6秒 急速209 普通版是多片湿式离合 130后冷骨 这一代应该有了泄素器 只有88年的勒浮蒙版 没有泄素 并且这一代的销量 大约4万台左右 第五代是1990年 发布的NSR25021期 代号MC21 也就是大家说的PGM三代 也叫三载 三载是操控最好的一代 并且分为NSR250SE NSR250SP版 然后又是从18期 跳到了21期 中间的19期是CBR250R 20期是小蚂蚁VT250 另外SE版的区别 就是配备干式离合 前后可挑雪价 SP版的区别 就是前后美合金龙骨 乐福梦版画 至于三载最大的区别 就是使用了 确心设计的O型后摇笔 后尾翘的更高 使用了不对称排气 整体设计更战斗 同时后尾也是储物空接 可以放一瓶机油或者杂物 轮胎也从之前的18寸 改为17寸 车架改成了 铝质双管柔性车架 追求极致的动态 刚性平衡 并且改善了换挡机构 使用了更密的传动笔 发动机排量 马力扭矩 依然没有改变 整背重量增加到151公斤 后轮胎变成了150 这一代的销量 大约5万台左右 第六代 是1993年发布的 NSR250-287代号MC28 也是PGM四代 也可以叫四载 优势从21期挑到了28期 中介的22期是CBR250 23期是蓝宝石250 24期是CBR250 25期VT250F 26期CBR250 另外它也分为NSR250SE SE版的区别 就是干式离合 且后可调雪架 SP版的区别 是每合金龙骨 且后可调雪架 和限量版配色 从四载开始 外观最大的区别 就是改成了弹药笔 这个单摇臂 与赛车RS250R同款 另外一个改变 就是变成了卡片钥匙 我发现日系车企 很喜欢卡片钥匙 以前开马自大巴的时候 就是感应卡片钥匙 另外四载的卡片钥匙 可不是样品 而是主机序列号 和卡的序列号匹配 它的发动机才会启动 并且由于四载的 约长马力 降到了40匹32牛米 最高时速 又被卸置到了180公里 但是你如果插入HRC卡 就是45匹 要是你增加了HRC套件 就有75匹马力 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 就是因为NSR250设计团队 也知道用户 对车型的期盼 但是他们必须遵守规定 而这个小设计 就是工程师 对规定的反抗和不妥协 另外也改成了 夜景写式的车速表 不对称排气 后期因为排放问题 停产了最后一代 NSR250 SE版 这一代的销量 在六七台左右 视频最后 我们只是简单说一下 每一代的区别 实际还有很多遗漏 大家自行查找 就聊这么多吧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雷 今天的视频 来聊起世界上最古老的摩托车企业之一 来自英国 诺洞摩托 说到英国摩托 有三大品牌 分别为BSA 凯学 以及诺洞 这三个品牌 都是经历过很多次倒闭 然后复活 目前混得相对比较好的 就是凯学 而凯学摩托 实际上算本贴的半个师傅 当年本贴中一郎 坐摩托 就是越赴英国 向凯学学习 如今的凯学和本贴 坐摩托 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BSA 是曾经世界上 最大的摩托车企业 凯学的伙计 包括三叉戟 最早就来自于BSA 因为凯学 曾经归BSA所有 相当于收购 而且BSA 实际上是兵工厂 著名的三枪车友会 就是BSA的标志 不过BSA 如今被印度收购 也在复活 而诺洞摩托 如今也被印度TVS收购 可想而知 印度企业 还是实力雄厚 另外诺洞摩托 近几年 我们听到最多的车型 可能是突击队961 阿特拉斯 包括V4SS 这台突击队961 它的整体技术 是卖给了国产 立刻摩托 第一次在立刻厂房 接到961 的确是很震撼 很有英国法 启动之后 它的声浪也向头雄尸 而V4发动机 是切了一半 切成并列双缸 卖给了国产的 终身摩托 如今终身的RK6 包括RX6 用的就是并列双缸 而这三台车 算我们了解 诺洞一个冰山一角 因为国内 诺洞摩托并不多 我也是在立刻 才第一次看到了 诺洞摩托 实际上诺洞有跑车 有休旅车 包括有转子发动机 并且这个世界上 对转子发动机 最痴迷的摩托车厂家 只有诺洞 并且很多欧美明星 对诺洞也很痴迷 比如基努里维斯 比如切割瓦拉 摩托日记 甚至和百年龄手表 也出过联名款 而且很多人 觉得诺洞摩托 这么多年以来 它的造型都没有改变 实际上所有的英国摩托 都带有一定的复古范 也都带有一定的英伦范 带有一定的咖啡瑞酸属性 而咖啡机车 诺洞961 给了一个完美的缺失 咖啡风格 包括众多改装风格 以及各大车型 厂商历史 我们都聊过 大家可以去小乐有料 微信公众号查看 不扯来回到正题 诺洞摩托成立于1898年的 英国博明汉 它的创始人叫 詹姆斯兰诺洞 起初的诺洞 只是一家生产自行车零件的 因为在当时 摩托车是一个很稀有的玩意儿 并且最早的摩托车 实际上就一辆自行车 搭载了发动机 后期到了1902年 诺洞开始生产摩托 但是发动机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从瑞士和法国 购买发动机 装到自己的自行车上 有了第一台摩托 第二台同样是购买的双高发动机 装到自己的自行车上 没想到夺得了慢道TT冠军 不过从1908年开始 诺洞开始自己也发摩托车发动机 同年就推出3.5匹490cc和630cc发动机 但是5年之后 1913年 诺洞因为业务下降 濒临破产 当时鲍勃谢礼诸入资金 挽救了诺洞 一年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诺洞开始为军方 提供630cc发动机摩托 包括499cc发动机 当时诺洞是英国四大军事巨头之一 战争结束之后 诺洞有了足够的资金 开始研发500cc单高摩托 截至到1930年 诺洞每年生产4000多辆500cc摩托 并且参加了92场慢道TT 赢得了78场冠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诺洞退出了比赛 开始为军方提供诺洞16H摩托 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 诺洞制造了共10万台摩托 大约有四分之一 全不是军用摩托 战后的诺洞开始研发500cc双高摩托 主要是为了与凯学竞争 但是只发展到了1953年 被用破产卖给AMC AMC接手之后 1955年开始推出突击队600 1960年推出了曼克斯曼650 包括650SS以及750阿特拉斯 后期1969年开始推出诺洞P11 包括诺洞N15 当时诺洞突击队 捏销售量超过5万台 并且连续5年被评为 捏度最佳发动机 并且轻松营过了当地的凯学 包括BSA 后期AMC破产将诺洞 出售给了老对手BSA 没想到仅仅2年BSA也破产 于是诺洞便与威利斯合并 推出了750、850 包括MK3周际公路摩托 但是依旧是以破产告终 实际上1960年之后 日系摩托车崛起 尤其本铁一台CB750 打的欧系摩托车厂家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后期1980年开始 诺洞开始研发转子发动机 直到8年之后 推出了F1赛车 它的原型是来自于诺洞的RCW588 虽然这台车赢过很多次比赛 但每100英里就要换次传动力 后期直到本铁的工程师加入 包括本铁的车队经理加入 给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解决方案 包括提高了发动机的可靠性 但是这台F1并没有达到 商业上的可销售水平 就这样跌跌撞撞到了90年代 诺洞与贵茨复行 复行的主要车型 就诺洞特区队961 包括V2880 但是这个项目 于2706年停止运营 此后2011年 摩托古兹团队加入诺洞 开始研发一切200cc V4 包括650新车型 同时英国政府 500台摩托增长到1000台 9年之后 2020年 印度TVS1600万英镑收购了诺洞 在此以后 诺洞彻底为印度所有 其实诺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过此当大哥的机会 但他没好好珍惜 因为在1945年战争胜利之后 猛军占领了宝马在巴伐利亚的工厂 当时希望诺洞去接受宝马工厂 结果诺洞没看上眼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呀 然后德国人在废墟上 重新建立了宝马 在1945年不珍惜这个机会 在60年代以后 一个川崎H1 节节性导致80%的欧美厂家 却不倒闭 不过曾经的诺洞的确很牛 视频最后大致归总一下 从1908年到1939年 它的主要车型 分为诺洞16H 诺洞18 诺洞19 CSE ESR 包括诺洞18 以及诺洞50 1937年到1945年 主要是军用的16H 包括边三轮 1945年到1970年 主要是诺洞19S 500T 诺洞3077 统治者 航海家 包括游侠 以及N15 1967年到1978年 主要生产的是 各种类型的突击队 包括750 850等等 1981年到1992年 主要生产的是 FE RC588 RCW588 NSRS588 包括指挥官 刑警队 2014年到2021年 主要是阿特拉斯 V4SS V4双尔 包括突击队 这些车型 大概是诺洞史上 比较有名的摩托 而这里面最为有名的 就是诺洞 突击队961 也被我们取资购买的技术 两年之内 肯定可以骑到 视频最后 丁侠突击队发动机升浪 就聊这么多吧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 大家好 我小雷 今天的视频 我们聊起本题量查的概念 摩托 NM4 蝴蝶 国外称之为突救 也称之为大鲨鱼 未来战车 或者蒙灭超人 其实大鲨鱼 说的是本题DN01 蒙灭超人 说的是2003年 林木概念的GSV650 未来战事来自于日本动漫 阿吉拉 也来自于电影 攻克机动队 还有很多电影 都有过NM4的身影 目前动漫里 这款摩托 已经被改装为了 真实的摩托 复刻里仪表和全部造型 有发动机 可以正常骑行 改天有空 说它属于未来派 切入式风格的DCT 自动挡踏板巡航摩托 自发布以来 一共有两款车型 分别为NM401 没有别箱 和NM402 有别箱 手把加热 以及约长的ETC装置 它生产于2014年 停产于2019年 当年售价11,000美元 这个售价可是不低 目前国内水车价格 在3万到6万左右 有少部分大贸价格 在12万到18万 具体根据车矿 橙色捏缝而定 水车只可以收藏 不推荐上路 而且这款摩托 国内并不少 也不是什么稀有车型 虽然造型看起来 非常科幻 但在世界各地的销量 都不好 主要是因为高转 震动强烈 而且舒适度太差 下雨贴仪表起雾 而且后200的宽态 也没有带来 更好的稳定性 最主要的一点 当年售价太贵 至于发动机 原来C750同款 都是水冷745cc 四重程 并列双缸发动机 最大马力67250转 爆发54匹 峰值扭矩 4切750转 爆发68牛米 使用的6速双离合 DCT变速箱 前轮胎18寸120 后轮胎17寸200 使用的多幅助理轮毂 双离合变速箱 分为两种驱动模式 分为低档和用动的S档 也可以切换为手动模式 使用波片换档 仪表盘使用的三连仪表 有25种背景颜色 可以选择 白贴的显示也非常清晰 配备了前后ABS 屡质摇臂 后乘客座椅 根据实际需要 有三个角度可以调整 也可以向前 或者向后 坐椅高度65厘米 整背重量245公斤 离地介细13厘米 车头俩侧配有储物响 左边一升左右 有12幅电约接口 右边三升左右 可以放些杂物 加时跃脚踏可以折叠 也配有助车制动器 侧边向容量7.5升 可以放些小型物品 视频最后之所以称之为踏板摩托 是因为车架和发动机摆放方式 跟踏板一样 但整体造型又是一个巡航摩托 就聊这么多吧 哪里不对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再见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 近期非常火的改装摩托 来自陵木BK7-3 首先声明一下 这并不是2021款 因为陵木BK生产于2007年 停产于2012年 2012年之后 陵木BK再没有复活过 所以视频里这台 陵木BK7-3 是来自于俄罗斯摩托爱好者 沃罗诺维奇自己改装 他给这辆摩托取的代号S271 因为设计灵感来自于黑鸟侦察机 说到沃罗诺维奇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些 但是他的作品大家一定看过 比如川奇 作品非常多 今天主要聊BK7-3 因为B站的姑娘们 艾特了我很久 我们先说后弹药笔来自于本贴CB172 但并不是直接移植 也做了部分修改 后龙胎使用了330宽胎 龙骨来自于凯学戴托纳955 使用了两个戴托纳955的龙骨 拼接而成 侧边导流罩使用了陵木笋的导流罩 且大灯来自于杜卡蒂1200S 也不是直接移植 也做了部分修改 且挡泥板同样来自于陵木笋 后三处排气 只有上面的排气是真的 下面两个排气只是装饰品 和后乘客脚灯相连接 除此以外 大部分配件来自于陵木笋和杜卡蒂 这辆摩托购买加改装费用 大约3万欧元 目前并没有出售计划 视频最后 陵木大BK也是一个苦币的车型 在2001年作为概念车推出 当时配备了增压器和陵木笋发动机 最大马力可以爆发240匹 后龙胎宽度也有240毫米 结果07年发布的时候 取消了增压器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传闻 说陵木笋会使用机械增压 或者涡轮增压 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2001年 陵木BK就是用的增压器 而且一直以来 陵木BK价格比陵木笋要贵 当时BK售价158万日月 陵木笋的售价149万日月 但是08年因为自带危机 引发了美国经济萧条 人们开始避免购买奢侈品 大型摩托 从而导致针对美国的陵木BK 销量惨淡 即使后面增加了ABS 模式选择也没有挽回 另外BK有一个限量版 区别在于排气 很多兄弟误以为 这个排气是改装的 所以能遇到可以收藏 至于BK的造型 也是为了符合美国市场 越大越好 所以排气 马力 造型都非常大 在07年 陵木BK最大马力181匹 最大扭矩146牛米 最高时速GPS252 这个数据放到今天也非常厉害 可惜生不逢时 就料这么多吧 哪里不对多多指点 随期视频感谢观看 好大家好 我小雷 今天的视频 我们来聊起 搭载转子发动机的摩托 其实说到转子发动机 一般不会把它跟摩托联想到一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 转子发动机 一般多用于汽车 飞机或者模型飞机 比如马自达 日产 风铁 崩尺 也有雪佛莱 劳斯莱斯 都也发过转子发动机 而在摩托领域 有大力生俩切 川奇X99 YAMAHARZ201 补贴CPU25 陵木R15 诺洞的RC588 F1 F2 包括克莱顿 CR700 罗德尼 OCR1000 这些摩托 都是转子发动机 这其中最出名的是 大力生俩切 包括陵木R15 而在摩托领域 对转子发动机 最痴迷的是 诺洞 诺洞的转子发动机 我们有空再聊 今天这台 陵木R15 它生产于 1974年到1976年 用的是一台 夜冷加油冷 498C 单转子发动机 最大马力 6500转 爆发62匹 最大扭矩 3500转 爆发74牛米 使用5速别型 裂条传动 装备总重量 252公斤 最高时速 176到225 这台摩托 最大马力 虽然只有62匹 但它的性能 看比4缸750发动机 之所以这么说 要得益于 转子发动机的特性 我们可以把转子发动机 理解为 无火塞 回血式 四重成内燃机 因为它没有拖轮轴 没有进气马 没有排气马 所以它的用动部阶 也比火塞式发动机 少了很多 它也被称之为 汪克尔发动机 因为就是这哥们发明的 它的部阶 简单来说 分为发动机前盖 包括转子外壳 中阶壳 转子后盖 固定齿轮 以及齿轮转子 包括偏心轴 产生动力的转子 是一个带有一定 弧度的三角形 并且每个转子 都有三个面 并且每个面 都有三个凹槽 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是顶点密封 中阶是内齿轮 内齿轮连接固定齿轮 到偏心轴 也可称之为输出轴 主要是确保 转子的正确运动 因为这个偏心轴 安装有偏心叶片 也可称之为 偏心转子轴 转子每旋转一圈 偏心轴 旋转三圈 转子外部是 椭约型外血轮 外血轮包括排气口 火花塞口 冷却液口 中阶的壳体 两边有进气口 也有冷却液口 然后椭约型外血轮 驱动转子 围绕偏心轴转动 转动过程中 转子顶端经过进气口 让缸内产生真空 让燃料可以进入缸内 然后转子继续旋转 直到下一个顶点 经过进气口 这时候进气口不再进气 反过来密封里面的气体 在压缩空气时 缸内容积减少 产生了燃料空气混合物 转到火花塞时 点燃压缩的空气混合物 因为燃烧时很长 所以压缩的燃料空气混合物 被火花塞点燃 燃烧之后 迫使气体膨胀 然后推动转子 并导致偏心轴 在转子顶点露出排气口时 继续转动 转到转子将未燃烧的燃料 从缸内推出 然后准备就绪 开始下一轮做工 说的直白点 它也分为进气 压缩膨胀和排气 所以这个玩意儿 感觉被神化的很厉害 因为它的缺点就很明显 顶点密封 直接接触气缸 时间长了 密封开裂 会导致功率降低 弹速不好 发动机难启动 我感觉这应该是 无法避免的问题 而且没有排气法 排气口打开太快 排气造型大 排气温度高 加上油耗高 也不适合流水线生产 至于优点 发动机体积小 震动小 转速高 而且它的实际排量 是约排量的1.5倍 因为转子转一去 就完成了三个循环 这里差一小段 好像转子寿命 包括油耗已经攻克 目前主要用于军事 包括航空领域 而且转子并没有停产 只是使用的领域被一样 而且转子也封了很多 单转子 双转子 等等非常多 所以这台零木RE5 它的排量498cc 而实际排量 却要超过750cc 另外它的油耗 一升油 可以行驶7.5公里左右 我们先听一下 启动声音 说实话 这个启动声音的确不好听 至于再详细的 我就不聊赖 我估计我说了 大家听不懂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懂 因为我看了RE5的发动机图子 包括介造模型 我感觉真的是太复杂 而且灵木 对这个发动机 进行了大量改造 已经不仅仅是转子油冷 外部水冷这么解单 你说一句 1974年搞这么复杂干嘛 至于销量 其实特别少 目前国内收藏价格 大概5到10万左右 就料这么多吧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好了大家好 我是小雷 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 疯狂麦克斯之狂暴之路 聊一下这个电影的摩托 是否真的存在 顺便聊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么一种改装风格 首先疯狂麦克斯 本来是部电影 也就是说 它里面的内容都是虚构的 并且这个电影 也够分为五部 第一部首映于1979年 第二部首映于1981年 叫疯狂麦克斯之公路战士 第三部发布1985年 叫疯狂麦克斯超越穷顶 第四部上映于2015年 叫疯狂麦克斯之狂暴之路 第五部定档于2023年 叫疯狂麦克斯之荒野 这五部主要说的 就是石油危机 世界末日和消失的率低 尤其第四部狂暴之路 基本只剩下的沙漠 水都是稀有自悦 按照倒野的思维 如果这个时候 世界上还有摩托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摩托 几缸摩托 必须要改装的 有末日风格 适合沙漠骑行 比方第一台 用2010年 延马哈R1改装的末日风格 这台R1 家常的后摇臂 换了沙漠轮胎 并且后轮胎 用铁皮做了沙漠勾胎 玩过越野的 对勾胎应该很熟悉 前轮胎做了一个两侧滑板 主要为了防止卸车 并且这种背景下 车坏了是没有地方修的 因为已经世界末日 没有工厂剩下配件 第二台用的是宝马的R80 第三台它的原型车 基于亚马哈YZF450 导演为了突出末日风格 包括缺乏物资 用铁皮加弹簧做了车座 煤气罐做了油箱 高压过做了空虑 排气管用了解正器的桶子 包括两侧 还有钢筋做了防摔 第四台 它的原型车 是亚马哈XT660 这台车主要作用 就是拉斜物资 它的后轮胎 就是用了沙漠勾台 油箱用布照起来 主要为了防止封杀 另外一台 它的原型车 是亚马哈YZ450 它的油箱 用了保温户的一半 两侧汗的钢筋 为了保护水箱 用了铁皮座椅 亚马哈贴王的排气 接下来 这台别赛轮 它的原型车 用的是皇家费尔德 还有个跑得最快的刺猬车 它的原型车 是奔贴精蚁1200 后座改装了 一个婴儿车的头罩 前头用的是乌鸦羽毛和铁网 为了防止泄车 后轮胎也用了勾台 另外还有台 没有座位的摩托 它的原型车 用的是GAS的特级450 它的油箱 用的是一个灭火器 另外俩杆排气 一杆是原厂排气 一杆用的是GP排气 包括还有台扔炸弹的摩托 它的原型车 是亚马哈的R1 家常的摇臂 换了沙漠轮胎 加高了后座 左边扔这个旗杆式炸弹 同样是亚马哈R1的 还有另外一台物资车 也是家常的摇臂 油箱用了防纱布 后座带的行李 包括燃油 这部电影 很多车用的都是亚马哈 用R1的 还有台就是后面背了一块布 另外还有三台 都用的是亚马哈的YZ450 包括250 比如这台排气 用的是一个便携式油箱 包括还有台炸弹车 包括刺猬部落的领头车 除此以外 还有款宝马的车型 包括亚马哈R1 大概狂暴之路的车 就这么多 答应你们贴的坑 今天贴上来 我们再聊一下一些细节的东西 这些摩托 它后面的旗杆式炸弹 它坐的这么高 除了扔的时候方便 正常沙漠里面的车 旗杆式标配 主要为了标记位置 包括让后车知道你在哪 每年阿拉扇英雄会 不装旗杆 很容易发生事故 因为有沙丘 翻过去这个沙丘 就看不见你 有个旗杆 起码知道下面有车 另外这部电影 它的导演很聪明 对车辆的细节刻画的 也非常好 我们细看下来 几乎所有摩托车 它的油箱 都有块仿纱布 都会用钢筋 焊一个水箱的仿摔 并且所有的摩托 都不是完整的 比方坐垫 油箱 排气 很多用的都不是摩托的部件 而且每一辆车 都有个仿摔牛角 都是用的破布 装载了行李 可以说将末日体现的 淋漓尽致 也正因为这种细致 所谓疯狂MAX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格 在美国 很多人会去效仿 那就说明这部电影 非常成功 至于这种改装风格 也是真实存在 说白了这种风格 就是不管什么车 尽量改成越野 改的破破烂烂 极解化 很有废土风格 目前公众的末日车辆 是川奇的KLR650 除此以外 美国的小孩 也非常疯狂MAX 大家可别小看 这些儿童骑的车 这都是真实的汽油车 可不是我们玩的电动车 并且看起来 也非常有那个范儿 整的我都有点喜欢 接下来大家听一下 真实的疯狂MAX 摩托声浪 视频最后总结一下 疯狂MAX就是一部电影 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虚构的 所以我聊的 相当于也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可能也不太标准 哪里也不对 多多指点 这期铁坑视频送给大家 再别在视频下面留言来 尤其这些摩托 基本靠彩 真的太费劲 就聊这么多吧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下来 今天我们做起铁坑视频 聊起宝马1200RT 约本计划1200 包括YamahaNike 是要做俩即使车视频 未来有空再补上吧 所以今天也聊一下RT的发展史 首先宝马RT 它对标的车型 不是仅以这个级别 在我心里 它对标的应该是 本贴的ST133 包括Yamaha的FGR133 川奇的GTR144 也到川奇这 我总感觉有点别弯 如果再加一个 我觉得本贴的VFR122也算 大概它对标的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类型的车 并且这个类型里 宝马绝对是独树一帜 因为只有它 用的是绝技术发动机 但是我认为 绝技术发动机 则是宝马的精髓 不过绝技术发动机 很快会有 国产的厂商也会做 生产它的厂商 是利克摩托 因为利克摩托 直接收编了给宝马 研发绝技术发动机 整个团队 不过也只有 约半人马 才可以避开专利 而且做得更好 相信很快 我们可以接到 立刻1500cc 绝技术发动机车型 有点扯远 无所谓了 再扯一下 此刻应该开个车 算了 开车指定封号 其实宝马的发动机很多 除了我们最熟知的 宝马拿铁 包括1250 GSADV等等 用的绝技术发动机 它可以握时三缸发动机 用于K75 握时四缸发动机 用于K72 GT等等 K系列直列四缸 用于宝马K73R K系列直列六缸 用于宝马K1600 S系列直列四缸 用于宝马S1000双R F系列并列双缸 用于宝马F800GS 单缸发动机 用于宝马F650 包括G650 另外还有一款 单缸发动机 用于宝马G450 包括宝马G310 所以说宝马的发动机 是很多的 如果未来有空 我们做起发动机特辑 专门聊一下 每种发动机结构 特性 包括运行方式 OK车的差不多 坑爷挖的差不多 我们回到正体 我们一直认为 宝马RT车型首发 在1995年 而实际上 DT RT发布于就78年 是宝马的R100RT 后期陆续发过R80RT R65RT R850RT 后期到了80年代 宝马停止研发了RT车型 转头去研发了K系列 Watt4港 但是宝马车迷 对绝对数发动机 忽视很高 于是到了1995年 宝马重新推出了 风油冷的R1100RT 2002年又推出了 升级版的1150RT 2005年又推出了1200RT 2014年又对1200 进行了外观升级 整体造型变得更像K166 此后2019年 升级成了1250RT 最新款是2021款 整体造型变得很像黄巡600RT的车型 大概就这么多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直接从1100开始聊 初代的1100发布于1995年 这台风油冷 1085cc 四重程对质双钢发动机 每钢四个气码 最大马力77250转 爆发90匹 最大扭矩5500转 爆发95牛米 五速Bip香 干式单板离合器轴船动 当年装备总重量282公斤 油箱容量23升 百公里油耗7.5升左右 最高时速203公里 并且当年就标配了收容机 扬声器 最老道的提车型 它的左边边箱前面 那个银色的装饰条 是在起大架的时候 让你提车使用的 如果没有这个把手 这个车真的非常难起大架 因为车身太重 似乎杠杆原理 用的不是特别好 除此以外 标配的加热手把 包括约厂的三香 但是宝马的轴船动 一直以来是个问题 因为它的轴船动 实际上充当了后学家 并且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后胶套 净水或者净杀 这个问题直到15年之后 才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所以同时期 最大方易彩的车型 是本期的ST1100 它的价格 比宝马少了3000美元 并且也有ABS 包括轻力控制系统 并且V4发动机 比宝马更加顺滑 因为宝马的 这个全技术发动机 它的动力很窜 你也可以理解为随叫随到 在这以后 宝马发布的是21150RT 也是一台风冷 加油冷车型 但是马力提高到了1130cc 最大马力95匹 最大扭矩98牛 用上6速BipCM轴船动 座椅高度845 整车装备总重量279公斤 油箱容量提高到了25.2升 百公里油耗 做到6.5升左右 最高时速205 同时期发布的 还有1150RS 这代1150 相比上一代 用上博士跌棚 包括一个小的液晶屏幕 可以显示机油压力 另外它分为高座板 包括低座板 低座板可以调节 座高7008到820 高座板可以选择805到845 也增加了跌辅助ABS 包括后学家调节 除此以外 造型功能 与上一代一模一样 我们先来听一下发动机声浪 1150之后2004年 宝马发布了1200RT 从172开始 不管动力 造型 功能 都有了新的提升 相比老款的造型 截至不像一个时代 并且1200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车 截至如今 很多国家 他们的开道车 也会使用1200 可想而知 这个车型算是一代经典 不过相比老款 它用的还是一代 风冷加油冷的机器 发动机排量 提高到了1170cc 每缸四个气码 最大马力110匹 最大扭矩 到了115牛米 座椅高度 分为780到840 整车装备 总重量259公斤 油箱容量 提高到了27升 百公里油耗 5升左右 0排加速3.7秒 最高时速210 1200RT 它的边香颜色 是与车身匹配的 如果车身是银色 它的边香就是银色 车身灰色 它的边香也是灰色 但是顶向都是缺黑的 你可以选择28升 也可以选择49升 相比老款 增加了威胁警示等单借锁 闭环的三月催化器 可调的手刹离合杆 包括可以调节的 驾驶约坐跌 包括行李架 电子防盗器 后期2707年 增加了轻力控制系统 包括自动稳定系统 也可以选择 电子的胎压接测系统 包括定速巡航 加热手把 加热坐跌等等 2009年开始 最大扭矩 到了119牛米 后期2013年 发布过一款 90周年纪念版 纪念版主要是黑晶配色 包括磨砂黑的发动机 同时也增加了电子可调血架 最大扭矩也增加到120牛米 请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 2014年到2018年 1200有中期改款 最大的不同 就是用了水冷的发动机 并且整体造型 变得更像K1600 不过发动机排量 还是1170cc 四重程水平 对着双高发动机 带有平衡轴的 每钢四个起码 最大马力125匹 最大扭矩 125牛米 座椅高度 分为760到850 装备总重量274公斤 有效容量25升 相比上一代 增加两种骑行模式 分别为雨天模式 包括道路模式 以及半颇起步 换挡辅助 确认的TFT多功能 组合仪表 包括确车 都是LED大的 先听一下 这一代发动机声浪 这次放个排气的 后期2014年 增加了5要时跌火 也可以雪装 半主动跌自学家 到了2017年 最主要的改变 就是变速箱 输出轴窗 有阻尼器 这个主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减少摇晃 包括震动 后期2019年 推动了确认的1250RT 用的是一台液冷 加风冷1254cc 四重层水平对质发动机 使用了每缸四个器码 增加两个顶质吐轮轴 包括一个平衡轴 和可别进气吐轮轴 最大马力 到了136匹 最大扭矩143牛米 整车装备总重量 279公斤 油箱容量25升 相比上一代 增加动态清理控制系统 半颇起步控制 动态自动辅助 包括升级版的 具有自动负载补偿功能的 电子学家 并且用上了 全彩的TFT夜景屏幕 也加州的智能紧急呼叫 可以提供快速就业 除此以外 整体配置跟上一代 几乎没有区别 并且整体外观造型 与上一代 也没有太大区别 最后一款 2021一款 宝马21250RT 这个铁链 好像没有老款的好看 不过配置依旧很高 排量1254cc 136匹 143牛米 足以高度760-830 装备总重量279公斤 油箱容量25升 这代1250相比上一代 最大的改变 增加了三种骑形模式 其实第三种 就是节油模式 另外增加了发动机阻力控制 包括扁切的机械仪表 彻底用上了TFT夜景屏幕 并且这一块屏幕 可以与手机互联 也内置了地图导航 除此以外 增加了主动巡航控制 这个功能等于车上的ASS 就是大灯下面 安装了雷达传感器 它可以通过距离控制 实现轻松的滑行 你可以理解为半自动骑行 除此之外 所有功能 与上一代保持一样 视频最后总结下 宝马在我的心里 所有的缺点 都是因为买不起 举个例子 能开得起库里男 谁他妈开汉男 打我操 就聊这么多 把哪里不对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